原谅冒险王这一生不积爱自由 却为何在曝光挖矿这一件事上死心眼 以大家知道冒险王这一生是非常放荡不羁的 他有几年都没有跟家里的人联系 原因无从知晓 他那几年都在外面闯荡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要不就在打工 要不就在去冰川的路上 要不就在冰川上 可以说和冰川有了不解之缘 冒险王2012年才开始发布视频 之前他在工地上 在饭馆里打工 每每有一点钱 就会踏上去西藏 去冰川的路 有的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 二回顾冒险王的童年 就知道冒险王小的时候 就喜欢听西藏的歌曲 王二弟说 冒险王小时候就喜欢听藏族歌曲 受哥哥影响 王二弟也喜欢上了听藏族歌曲 喜欢那样的纯净高远的音乐 原来冒险王喜欢西藏 喜欢冰川并不是偶然的 他有一定的必然性 三冒险王小时候 因为性格纯真 会受到小伙伴的欺负 这样的他从小就酷爱一个人爬山 长大之后 他就喜欢上了西藏 喜欢上了冰山 爬遍了七十多座冰山 看到了冰川的消融 他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环保卫视 他倡导环保 倡导保护冰川 因为这说到底是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水源 保住了华夏的命脉 所以他才能够在挖矿这件事上 没有选择沉默 而是一心死磕到底 用各种方式勇敢地曝光 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请大家长按点赞 为冒险网保持热度 加关注 持续更新